性生活是人体的正常生理需求 平时有性生活的欲望也属于正常生理现象 但是性生理方面长期得不到满足的话 会让人的心慢慢变凉 以下两个例子就能看出 施例一 如果你想用房子作为你在婚后的安全感 为什么不是想如何去好好爱它 如果你想将这段婚姻进行到底 又何必局限于房子写谁的名字 急功近利背后往往是适得其反 傻小聪明的人往往会呈现 聪明反备聪明于物 做人不应该目光短浅 如果你能用真心取换她的真心 按照她年薪二十万来计算 你何止办套房子 我是一位女性 现在三十二岁 三年前离婚了 单身后想重新找一位 标准是 忠厚老实 工作稳定 能和我志同道合 有共同语言 当然还要能包容我 让着我 如果她有儿子 我希望她能比较有钱 至少有一套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房子 我认识了网上一位男生 基本上符合我的择偶标准 虽然她只上到中学 但是每年的收入有约二十万 她比我大七岁 离婚后带着癌子 她也是老实人 而且也不乱花钱 我们是异地恋 但是一周有两次见面的机会 她没有主动给我买过礼物 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一般都是她花钱 而且很主动 不要我掏钱 我们经常晚上通电话 但是我觉得电话内容更像查岗 感觉不到关心 关于婚后想有一套自己房子的事情 我一直没有好意思说 不知道怎么开口 就一直憋着 事例二 在爱情面前有多少投入 才可能有多少回报 如果你只想着得到 那么说明你没有足够的爱她 在婚姻中 幸福与风险并纯 就像投资一样 你现在纠结的买房问题也是如此 如果前妻你愿意投资 那么你们可以就会分手 反之也不能保证 你们能永远在一起 其实你应该思考一个问题 在你们的感情生活中 它就是理所当然 应该对你和你女儿好吗 因为前夫劈腿 和我离婚 丢下了女儿 已经有八年了 如今我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了 他也是离婚的 虽然不富裕 但是对我和女儿好 因为我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特别害怕婚姻 害怕再一次走进婚姻生活 但是现在对方想和我结婚 也想买房子 有一个家 她还有父母 有孩子 她告诉我 在她的前一段婚姻中 她的前妻跟做生意的有钱人跑了 但是因为她是个不安分的女人 中间又交了几个男朋友 最后她跟那个有钱人 也没有在一起 因此她也没付婚 但是她没有接受 现在我心里也非常的不确定 不知道我能不能跟她走到最后 现在买房子 他们家希望我也能拿钱出来 我就不太高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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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